同桌一百,同桌一百,主题考试一百,满意一百 同学们好,我是今天的主讲王老师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步编版一年级上册语文内容 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起立 老师好 同学们好,请坐 从今天开始,你就正式成为一年级的小学生了 我们要学习第一课 天,地,人 和老师一起齐读课题 天,地,人 天,地,人 很好,声音再红亮一点就更好了 我们再一起齐读一遍 天,地,人 很好,那天,地,人这篇课文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们一起来看 请听老师读 一,天,地,人 天,地,人 你,我,他 谁会读? 张一,地,人,你,我,他 张一辰,请你读给大家听 让大家都听清楚一些 让大家都听清楚一些 陈卓 一,天,地,人 天,地,人 你,我,他 真棒 谁能领大家读一读呢? 张一辰 一,天,地,人 你,天,地,人 你,我,他 你,我,他 请坐 你是一个非常棒的小老师 谁还想再来试一试? 张可蒙 一,天,地,人 一,天,地,人 天,地,人 天,地,人 你,我,他 你,我,他 请坐 小老师 听你们领读得这么好 王老师也忍不住 想领你们一起读一读 我们一起来 一,天,地,人 一,天,地,人 天,地,人 天,地,人 你,我,他 你,我,他 再找一位小老师来试一试 张一辰 一,天,地,人 一,天,地,人 天,地,人 天,地,人 你,我,他 你,我,他 谢谢你小老师 现在你们会读了吗 会 我们一起来齐读一遍 一,天,地,人 读 一,天,地,人 天,地,人 你,我,他 太好了 我们一起来看 图片上显示的是什么内容呢 蓝天 哦 蓝蓝的天空 和老师一起读词语 蓝天 蓝天 天 蓝天 天 蓝天 看这幅图 看这幅图 谁会读这个词语 陈卓 雨天 请坐 请坐 谁能领大家读一读这个词语呢 张可蒙 雨天 雨天 请坐 我们一起来读 天 雨天 天 雨天 天 看这幅图 看这幅图 有关天气的词语 谁 试一试 网红标 王英文 雨天 请坐 谁能领大家读这个词语呢 张艺辰 雨天 雨天 我们一起来读 天 雨天 雨天 看这幅图 谁会读这个词语 袁信阳 土地 一起读 土地 请坐 我们一起来读 地 土地 地 土地 肥沃的土地 肥沃的土地 看这幅图 这个词语谁会读 王英文 沙地 请你领大家一起读 沙地 一起读 沙地 请坐 地 沙地 地 沙地 继继续 继续看 这幅图显示的又是什么内容呢 张艺辰 雪地 请坐 谁能领大家读 孙飞扬 孙飞扬 雪地 雪地 请坐 和老师一起读 地 雪地 地 雪地 看这幅图 这个词语谁会读 袁夕阳 田地 请坐 谁能领大家读 王英文 田地 田地 请坐 和老师一起读 地 田地 地 田地 看这幅图 图上有谁呢 沉着 老爷爷老奶奶 请坐 老爷爷老奶奶 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是 老人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词语 老人 老人 很好 老人 老人 人 老人 人 老人 看 这幅图 图上画了很多 大哥哥 大姐姐 还有一些叔叔 阿姨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 年轻人 再读这个词语 年轻人 年轻人 人 年轻人 人 年轻人 很好 请看这幅图 图上有什么呢 认真观察 张可蒙你说 雪 有雪 请坐 还有吗 沉着 有人 有人 还有 树 还有上面 蓝天 蓝天 还有刚才同学们说的是 雪 茫茫的白雪 大地 还有 人 人 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 天 地 人 再读一遍 天 地 人 声音自信一点就更好了 再读 天 地 人 棒棒的 这么好听的声音 王老师还想听 再读一遍 天 地 人 很好 同学们 你们的声音这么好听 把一位伟人都吸引过来了 王老师想带给同学们一个好听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名字就叫做 盘古 开天地的故事 请听 传说太古时候 天地不分 整个宇宙像个大鸡蛋 里面混沌一团 漆黑一片 分不清上下左右 东南西北 但鸡蛋中孕育着一个伟大的英雄 这就是开天辟地的盘古 盘古 盘古在鸡蛋中足足孕育了一万八千年 终于从沉睡中醒来了 他睁开眼睛 只觉得黑乎乎的一片 浑身酷热难当 简直透不过气来 他想站起来 但鸡蛋壳紧紧地包着他的身体 连舒展一下手脚也办不到 盘古发起怒来 抓起一把与生俱来的大斧 有力一挥 只听到一声巨响 震耳欲聋 大鸡蛋骤然破裂 其中轻而轻的东西向上不断飘升 变成了天 而另一些重而拙的东西 渐渐下沉变成了大地 盘古开辟了天地 高兴极了 但他害怕天地重新合拢在一起 就用头顶着天 用脚踏住地 闲起神通一日就变 他每天增高一丈 天也随之升高一丈 地也随之增厚一丈 这样过了一万八千年 盘古这时已经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 身子足足有九万里长 就这样 不知道又经历了多少万年 终于天稳地固 不会重新复合了 这时盘古才放下心来 但这位开天辟地的英雄 已经筋疲力尽 再也没有力气支撑自己 他巨大的身躯忽然倒地了 盘古临死时 全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的左眼变成了鲜红的太阳 右眼变成了银色的月亮 呼出的最后一口气变成了风和云 最后发出的声音变成了雷鸣 他的头发和胡须变成了闪烁的星辰 头和手足变成了大地的四级和高山 血液变成了江河湖泊 全身的金外化成了道路 肌肉变成了肥沃的土地 皮肤和汗毛化作了花草树木 牙齿骨头化作金银铜铁 玉石宝藏 他的汗变成了雨水和甘露 从此开始有了世界 同学们 老师带给你的神话故事好听吗 好听 听了故事之后 你有什么想告诉潘古的吗 请张可蒙说 潘古你做了天和地和太阳 你太伟大了 张可蒙同学说得很好 谁还想对人类的老祖宗 潘古说一句话呢 张一辰说 潘古你太伟大了 潘古你太伟大了 创造了天和地 才拥有了我们这个美丽的 世界 请坐 你想想 潘古用自己的身体 创造了整个美丽的宇宙 我们一起对潘古说 潘古你太伟大了 很好 同学们 听了这一个神奇的神话故事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 本课的生字 请看这三个字 和老师一起读 你 我 他 请和老师一起读 你 你 我 我 他 他 你 我 他 你 我 他 不拉长音 你 我 他 你 我 他 让我们把生字送进课文 再读一遍 一 天地人 读 一 天地人 天地人 你我他 我找一位同学来读 张一辰读 一 天地人 天地人 你我他 嗯 请坐 张考盲读 一 天地人 你我他 请坐 漏了一句话 我们一起完整的读一遍 一 天地人 读 一 天地人 天地人 你我他 看 生字宝宝从课文中跳出来了 我们再读 天地人 你我他 我把这些生字宝宝调换一下顺序 你还会读吗 会 我请一位同学来读 陈卓读 我 地 你 人 他 天 请坐 谁 还想试一试 袁兮遥 我 地 你 人 他 天 请坐 孙飞扬 我地 你 人 他 天 请坐 我又偷偷地换了一下刺细 张一辰读 人 你 天 他 地 我 嗯 谁还想试一试 王爷文 人 你 天 他 地 我 请坐 张考王读 人 你 天 他 地 我 嗯 看来这些生字宝宝都钻进了你的脑子里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摘苹果的游戏 看哪一个苹果变大就请你喊出它的名字 天 天 他已经钻进你的小脑袋里了 人 再读 人 人 他 再读 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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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正腔圆表扬沉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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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读 地 地 置地有声 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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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拖音就更好了 同学们,摘苹果的游戏已经做完了 相信这些生子宝宝已经钻进了你的脑海中 让我们把这些生子宝宝送进课文中再齐读一遍 一天地人,读 一天地人,天地人,你我他 课文写的现在,你能把课文背下来吗? 能 我请一位同学背一背 陈卓 一天地人,天地人,你我他 请坐,你背得很熟练 原信要背 一天地人,天地人,你我他 很好 张宇辰背 一天地人,天地人,你我他 你的声音真洪亮 我喜欢听 谁还能声音洪亮的背给大家听呢? 网友文背 一天地人,天地人,你我他 很好 很好 请张可蒙背 一天地人,天地人,你我他 请坐 张可蒙同学背得很好 请孙飞扬背 一天地人,天地人,你我他 请坐 同学们,你们背的课文真好听 我们一起来背一遍 声音要洪亮哦 一天地人,你我他 非常棒 同学们 这一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儿 下课 语律 老师再见 同学们再见